还有点东西 当然我也让专家给看看去 就这点是吗 对 我这个也是让专家给看看 就是说也是过去买的 但是过去买的 现在就是一个 所以说他买那个 我那小兄弟买东西 也得让他交点学会 都得交学会 您这个也有疑问 这个肯定 要不要疑问我就不让专家看了 我有疑问才让专家看的 老陈拿出的这件瓷器 是一个青花又丽红山水门鼻筒 你看这个画起来 这一面感觉都太拥挤了 满 太拥挤了 是吧 外面也不是特别挤 你得仔细看 这儿还有一人 这儿一桥 这儿一瓶子 你像这个鼻筒呢 你看完之后 你看这山水吧 看这个疯狂 叫死 有什么看得出来 这是刷上去的 这个底 这个颜色是刷上去的 这个颜色不是刷上去的 原来不是这个闪是吧 这等于是做旧吗 算做旧了 算做旧了 这底是刷 这颜色刷上去的 感觉也就很老 实际上真正乖的东西 它白的就是白的 底下一圈一圈 悬痕 白的 这是做上去的 这一做 坏了 这叫化石天族 化石天族 还不是不够它呢 从这个形式上看呢 应该是轻中期的 应该是轻中期的 对 但是 又但是 这惯用计量 你没看我们那早上有时候 都面无表情了 听您说啊 我刚才看了看底足 这个底足呢 这个活着红是过于严重的 就这块是做的痕迹 对对对 过于严重的 对 这词听起来比较过于严重 因为这个 火石红呢 就是到 像它这种火石红 应该是明代的这种感觉 或者这个气形呢 它恰恰就是清代的 也就是上下不搭搭 范海洋认为 整个笔筒从形质来说 应该属于清代的气形 但是 清代磁器所表现出来的 火石红 又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 为了对比得更加清楚 范海洋找来了一个 清早期的老笔筒 你可以看它这个 太笔 完全不一样 清代的就是一个百笔 这是一百笔 而且呢 是特别细密 确实能感觉说 没有说整个有火石红 这叫火石红就是 它一会儿结果 可能淡淡呢 能出现一点泛黄的 这就成为火石红 但是呢 你看这个 整个一圈才是火石红 这就一看就是故意 装老的那种问题 两位专家都对笔筒的底足 提出了疑问 一直认为应该是做旧的 难道这个笔筒的底足 真的被动过什么手脚吗 当我们把这个笔筒 拿给关海森 再次进行鉴定的时候 只见他仔细打亮了半天 没有说话 然后拿出了一个叫做 碳伤灯的小仪器 开始照射笔筒的底部 就在这时我们惊奇的发现 经过碳伤灯照射的地方 都发出了明显的荧光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个瓷器的底足 你看外圈 这笔筒的这一环 一圈都能看见啥了 发淡绿色的荧光 看见吧 这就是胶 这个果然是 就是接老底的 关海森所说的接老底 是只用一个老瓷器的底子 接了一个新瓷器的身子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人们在看瓷器的时候 往往都是先看底足的漏胎处 来判断新老 这样一来 就很有可能看到底足是老的 而误以为整件瓷器也都是老的 来达到掩人耳目的作用 那么关海森是怎么做出的 这个判断呢 这个负量很重 但是底足这么老的话 肉眼看起来 你看光泽这么行 颜色就这么亮 这么啥的 感觉他 好像就是穿得很新的一双 刚从时装店出来买一双新衣服 结果穿上破布鞋 就一看一看鞋 有十年的布鞋了 穿上 关海森的这个判断 其实跟刚才范海洋的质疑 是不谋而合的 两位专家都是觉得 统身和统底不属于一个年代 但是除此之外 范海洋还认为 这个笔筒的底足存在作旧的疑问 这个方式确实有作旧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个老底子 我们在检测的时候 发现它是用胶粘的 是拿一个旧的底足 然后镶在这个新的笔筒上 它为了把这个就是 就是粘接的接口这 接缝这个部位给它就是遮盖了 然后呢 再让它看起来过度比较自然的话 它用一些红泥浆 然后呢刷到上面 我们在这个检测的时候 分析的时候也发现了 你看 在这个PT表面 你看这是红色的颗粒 这就是一些泥浆 刷上来的泥浆挂在上面了 它为了就是给它颜色加重了以后 看起来 也就是本身那个胶的颜色 跟这个瓷器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给它整个上面盖一层相同的颜色 让它过度自然一点 这样伪装起来 就你发现不了这个阶段 接老底和底部存在做旧的现象 已经得到了印证 但是这个笔筒的铜底本身 到底是不是老的呢 这个点是老的 为什么呢 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呢 首先一发现了 它里面有这个老化的磨层 然后呢 这个地方你看 有的渗到胎里一些负轴 这个可以理解 就好像我们那个一双旧鞋子 走的时间长了 这个地方磨完了以后 它不但是把材料磨薄了 就是失去了一部分材料 而且呢 它的这些孔隙里面会 就是负轴 鞋地上粘了好多脏东西 你看这上面可以看出来 颜色不一样 不同时期的 有年代感 也就是生垢跟熟垢都在上面 你看到吗 它分布自然 恰恰在这个老底子 关海森说 像这种直接用胶毡的方式 叫做冷接 用碳商灯通过荧光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还有一种接老底的方式 就更加隐蔽了 这一只碗 这就是什么 热接 怎么弄啊 就是说找一个底足 找一个老的背的底子 就是找一个老底足 给它重新做个器形 然后再放到窑里真的烧 烧完以后 又把这个老底子跟这个粘在一起来 烧成以后呢 这个用这个灯就撤不了了 这几年前一个老收藏家 很有名的藏家 花了几千块钱买的 买的后跑来让我看 你看我这个碗够不够康熙 他认为是康熙仿成画 因为底足上是打的成画吧 让我看 我后来一看呢 我说这个东西是啥了 是接老底的 那个时候刚刚出来这种瓷器 他不相信 不相信说我这么多年了玩了 不可能 我们俩就抬杠 最后我说这样 咱把它切开 切开以后我要说对了 这个东西就给我留下来做标本 假如要是我切错了 我给你赔几千块钱 不就六千块钱吗 我赔你 最后我们就真的把它切了 切开以后就是这样的 你看 这个底足真是接的 你看这儿还有个很明显的一条线 这个底足跟这个碗是没关系的 关海森再次讲起这件事的时候 显得很平静 但是在当时 尤其是在收藏前辈的面前 说切就切 不仅仅靠的是勇气 他一定是有了十足的把握 才敢去这么做的 为什么我敢切它呢 其实这里面也有道理的 第一你看 这个碗 其实这个底子呀 就是它的底足 按照碗的气性跟底足的形状来看呢 它俩是不匹配的 就是大胜着 体重200斤的人穿了一个三五的鞋子 这是不对的 这是啥啦 这其实它用的是旧的杯子底子 那个气氛就这么大杯子的底来做成碗啊 它俩不匹配 就是经常收藏的人一看 它就是别扭 所以就是头重脚轻 有了这些初步的判断之后 关海森又通过显微镜对这个碗的底足 那么这些黑色斑点的出现又说明了什么呢 原来老瓷器由于历史久远 经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使用之后 它的表面会附着上油物或者一些有机物 那么一旦二次入窑烧制之后 表面的有机物就被烧糊了 从而形成了这种黑色的焦糊斑 当你发现用这个仪器发现这种斑成的 一定要注意了 是不是复窑瓷器 所以这个也是知识点很重要 通过这一系列的分析对比之后 老陈的这个青花又里红底筒 被专家鉴定为一个 心捧身接老铜底的接老底的瓷器 在这一轮的鉴定中 传统演学和科学仪器相互补充 让真相一步步的浮出了水面 朋友小张今天也带来了一件 他收藏的瓷器 中心董状元素 中心董状元素 同 Se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